早上接近10点时间 只见一整排的U-Bike 2.0都已经被逐叠一空 这里是汐止张苏国小位于张苏一路这一侧的人行道上 因为附近都是社区大楼或是传统公寓 居住人口密集对U-Bike需求大 所以里长就今年在争取了设债 后德里的U-Bike在我们新北市 在成立U-Bike汐止 其实算是我们后德里是很早就已经申请了 就在张苏二路跟一路140亿巷口 张苏国中斜对面那边 那时候就已经有申请了 大概也有10年了 那现在由于使用U-Bike的里面越来越多 那之前我们又在申请说 是不是能够在我们后德里在这边再增加一个 现在比较新版的2.0版 那时候看来看去 那时候我们就跟我们张苏国小的校方来协调说 这个点是不是能够来设立U-Bike 汐止区后德里人口数是汐止50个里当中 数一数二所以也在当初U-Bike租借站设站的时候 敢在第一批争取设站完成 地点就在张苏国小立测张苏二路口 因为使用率高也为了让张苏一路里民 能够就近租借U-Bike 所以才会争取再增设U-Bike 2.0 民众也说很方便 理想为我们争取这个U-Bike 让我们很方便去购物 所以上班上下班的话 对交通也比较方便 汐止里两个点 如果说成立以后都是设在我们张苏国小的周遭 都是它的土地范围之内 那所以说非常感谢我们张苏国小提供土地 让我们来做这个U-Bike 那现在这个U-Bike 2.0 在张苏一路这边有20部可以使用 你看使用率多么高 你看现在来拍摄都没办台 几乎我们这边都上班的时间都把它骑出去 所以说可见现在我们市民 仰赖U-Bike的习惯越来越多 张苏国小张苏一路145巷口的U-Bike 2.0租借站 设置之后 让附近居民骑车去搭火车 或是市场买菜都更方便 这场惠林细致采访报道